为什么呢 就是我就说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是啊 过去我们模糊的对他呀 有个印象 就传说他挺爱在网上跟人战斗 特别是他的粉丝当中的一部分呢 比他还会骂人 所以呢 你有时候觉得 你说韩含还是放在 所以你觉得呢 犯不着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还就犯不着 特别是你又不是他同行 对吧 这是一个 二一个原因呢 就是咱们会觉得呢 他这么年轻呢 还在发展变化中 你看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反思 一直在发展变化中 所以呢 你不喜欢去论断一个人 去去断定一个人 再有一点呢 我觉得比他岁数大的人 如我们呢 有一种记忆 就是小时候 那些个成年人 对我们指手画脚 那个讨厌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一种什么呢 非常害怕自己啊 会变成自己当年讨厌的人 那样的一个人 对着人家比你年轻的人的 一些创作 而且你也闹不清 人家你也不够了解 动辑 你非常怕变成小时候 你讨厌的这种 所谓的成年人 所以不说 第四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呀 他今天这样的这个名声 包括呢 就说 他的关注他的人 超出了少男少女 社会科技层啊 不大是因为他的文学能力 而是因为 就是你说的 他的博客 他的博客里边 还哪一部分呢 他的博客里边干预社会 介入公共事务的 这一部分 所以这部分 寄托了很多民众的希望 像是美好的那些 你跟韩还认识吗 我认识 我很喜欢他 其实我一直不大愿意 谈他跟方舟子的事 我反而觉得他 其实早在跟方舟子掐架之前 惹起了争论 那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所谓的韩三篇 他谈革命 谈民主什么那些 谈自由 那里面大部分很多观点 我是不能够赞成的 但是呢 我就不喜欢就是今天 跟中国讨论问题的一些方式 就是我觉得我认识的韩寒 是一个没有大家说的 那么的老谋身算 那么的好像都安排好了 怎么样 说是什么卧底五毛 这一类的 我觉得那很明显 就是他观点上 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这观点 我们可以就观点来讨论观点 我会说为什么 我不同意 我同意什么 但是现在呢 我们谈问题呢 很快就会谈到韩寒这个人怎么样 他是什么背景 他是什么居心 他原来就潜伏的如何如何 然后再说下去就去挖掘 他这个人是不是过去一贯的 弄虚照假 还怎么样 我不是太喜欢这样的 去谈问题的方法 那么终于到了 跟方舟起掐架这事之后 我就觉得 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这事已经变成一场 泥浆摔脚一样的东西了 他那个如果说是指控 现在他们的指控是说 他是有人带笔 对不对 那么这种呢 如果从我们学院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对 那么这个指控的后果 可以很严重的 你可以说是可以上法庭的 在学校里可以取消 可以开除学籍 或者你是教授 可以被解除职务的 但是你这个指控 必须要有非常硬的 直接的证据 所以现在我看了一下 他分析 方舟是分析 这个韩寒那篇文章 好像叫书店吧 好几篇了 他这样的分析 我就仔细的看了他这一篇 他用的是一些考证 推理 比较文字的 那这个构不成直接证据 对 没错 所以这个如果说 如果他上法庭去 告韩寒是剽窃的话 如果在我们大学里 比方说我是 学生纪律检察委员会 你来说这个人 这个是剽窃 这个是 目前这个证据是不成立的 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了 这个在法律层面上 已经很简单了 问题是 韩寒其实不用做什么回应 我觉得韩寒回应 他也太激烈了 那个据说是王硕说的一句话 说是 我用王硕的话 比较带婶儿啊 翻译成可以通行的话 就是说 叉叉 人家说你的小弟弟是假的 你就给他脱裤子吗 那就这么个意思 当然他是说的更加生动了 我这个转达了 已经不大生动了 你干什么吗 人家说你假的 你何必脱裤子吗 对不对 这是我干活的东西 给你看干什么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 韩寒是不必要做这些回应的 因为他要打 他要见他的道德义务 那由他去 现在的事情倒过来 现在的事情是指控你的人 他不上法庭 你却要去上法庭 来证明自己无罪 这个很糟糕 这个情况 中国青年 中国知识分子 在过去几十年 面临过无数次了 但是 就我们遭遇到一个 虽然还要告方舟子诽谱 对 但是徐老师 我这个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父啊 我觉得很多事情 在今天的社会里啊 变得很复杂 很说不清啊 比方说啊 这个不负众望 这件事是好事 可我觉得也是一种毒药 对 没有人呢 就是哎 我我干净 捧杀跟打 我干这行十几年 我就发现啊 我还没见过一个人 从我见过很多人 从无名到有名 我没见过一个人 从无名到有人关注的时候 他不起变化的 全都要起变化 看来人呢 谁都不能免俗 就是这么多人关注你 而且问题不那么简单 你看韩寒这个回应 我认为他也有 希望自己不负众望 这么多的粉丝啊 你知道吗 那么这么多的人 这个啊 曾经支持我 或者喜欢我 甚至咱就说 这些庸俗的 这个还有金钱的利益啊 嗯 书的销售呃 广告 对吧 这都是有有很大的金钱 如果这个东西被颠覆了 那赢 他不会靠网络的这种东西被颠覆 他要他必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剽窃的指控 必须正式成立 我是比较书生概念了 我觉得你这个 一定要把两件事分开 影响归影响 这个案子归案子 案子必须走法律的路子 影响你就不要考虑 你要真的讲到影响的话哈 我可以告诉你 世界上有名的作家 有名的符号 有名的 都是有梯队的 真的 对 当然 而且呢 大致的规律是这样 闻到什么梯队 讲人家没有 讲人家没有人代写的 这是对学生的要求 如果你有名了呢 基本上你是可能有梯队运作 有名了 如果你是非常有名的 你就必然有梯队运作 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毛选 毛选是胡乔木很多在里面写的 这个大家都说 而且我们党都有决议 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共同的智慧 奥巴马的这个国情资文是他自己写的吧 你能说他作假 那个你说的是一个政治的这种陈述 你也说的 不不不不 艺术上东也有啊 有很多画家 别人学生画的 我签的朋友认识 这就聊得远了 枪枪三眼影广告之后见 谢谢 一揽不一意 一跃千里 在环球事业下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资讯 无限共享 2012凤凰卫视强挡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望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排 传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薄色 将像典范 红花廊 书香 妙笔 美文 超过时空的赏味 走进文化名家的私人书房 清谈读书乐趣 品味思想重乡 也许你会重新或者是继续爱着阅读 大家书斋 星期四 凤凰卫视中安排 当然韩寒是如此的成功 我有的时候看着 我觉得我除了羡慕嫉妒恨之外 也得对比偶像找差距 我觉得咱们作为观察家 能看出 就说这个年代的一个偶像 你知道吗 韩寒自己未必愿意戴这帽子 但是这个帽子是大家伙给你戴上的 对吧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元素 我就发现了 事情分开看 但是呢 又是那么样的不可分开 比方说啊 我就假想 想得我自个都乐了 我说 我说他呀 你看 他又不是这个赛车冠军 他的粉丝得少点吧 对对 对吧 他要光是赛车冠军 不是有文采的 粉丝又得少点吧 他又不是长这模样 他长成我这模样 这粉丝你少七成吧 他要长成文道这模样呢 哎 我不是说这个人家靠长相啊 我是说任何一个因素 都有这个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是一个组合起来的 你你哪个地方差一点啊 都构不成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偶像 那当然啊 那然后呢 问题是正点是什么 你要说的是 咱没法学啊 这是不是废话吗 是任何一个重要的偶像呢 当然都是很多因素构成 不不不 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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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什么呢 我想我想起来了 我的真正意思是说 所有的偶像都是你一厢情愿的 你知道吗 所有的偶像历史证明终于会破产 我跟你说 还是包括韩含自己我觉得也说到这一点呢 文章千古事 大家还是聊作品 比聊人 有意思 人呢 没有完美的 你你你你说是不是 当然 没人 而且作为一个作家 他的人的最重要的东西都在作品里 哎 我们主要是看作品 他的他的可贵是因为鲁迅的传统 多少年来都没人继承 我不是说他能够变成鲁迅 但鲁迅的传统被中断了 好不容易台湾有个李敖 香港有个陶杰等等人 大陆寒寒就是某一种迹象 他让他寄托我们的希望 他承受不起 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区江楼贯文明启示录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